中华文化大讲堂 对话之老年健康讲记 我是主持人雅清 上期的节目呢 李欣老师说 无论是对于年轻人 中年人还是老年人 如何看待自己 如何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 都是至关重要的 这一点呢 并不与我们扮演的家庭角色相悖 家庭成员之间 彼此扶持 彼此成就 但不纠缠 就是很好的相处姿态 独立而不已 说的大概也就是这个意思吧 下面我们一起进入 今天节目的访谈 这么多年我碰到很多这种 尤其在我们的心理学的一些 讲座和集体课程当中 很多这种 就是三代人 他的生活紧紧的粘在一起 那比如说妈妈想的是 只要我的孩子好 我幸福幸福也没有关系 然后这个女儿呢 想的就是只要对我的妈妈好 其他事情都不重要 但是恰恰在这种 为了彼此要好的 这样一个重点之下 双方都忘了 我自己是谁 我如何过好我的生活 这样就牵扯在一起 出现了很多很多问题 各自的家庭都有问题 最后到第三代 孩子活在这样一种 又是牵扯 又是压力很大的 心理环境 家庭环境里 这孩子就会有笑出来 就会有皮肤过敏 这种情况很多见 原来是这样的一种 可能说是信念模式 一种意识系统 也会影响到 下一代的身体的 对 其实我们的认知 形成了我们的信念 它安排和组合成了 我们的生活 人际关系和家庭关系 也形成了我们的 家庭的氛围 和一个心理环境 那这样一个弧形的场 它肯定对这个 每一个成员都有影响 都会有影响 而作为成年人 他自我意识会强大一点 他也可以说习惯了 或者会调适了 会平衡 或者说他麻木了 但对一个孩子来说 他就会很快 从生理上心理上 人际交往 或者学习能力上 都会出现一系列的 失调的问题 这个我也有体会 就有的时候 比如说我整天在家 陪伴孩子 他就觉得妈妈 你身上有一种 那个老年人的味道 然后有的时候 我会出去旅游 一趟几天回来 你这次回来 我觉得你有一种 青春的气息 你还是经常要出去走一走 对 这个如果我们说配音的话 就第一段这种 就有一种像木管的 光光光 对对 是是是 对 其实有一个很好的案例 就是有一个脑瘫的孩子 他从小生下来 是天生的脑瘫 然后他的爸爸就走了 妈妈就一个人带着这个孩子 但是妈妈是个很有自我的人 而且很阳光 很乐观 他的妈妈就把这个孩子 当正常孩子来抚养 然后呢 也是自己该干什么 干什么 该跟同伴去旅游就旅游 然后就给孩子讲 你的生活一定要你自己去打理 你要自理 然后孩子就很独立 然后也学很多东西 后来上哈佛大学 他就说我特别佩服我的妈妈 她总永远有自己的生活 而且都那么阳光 那么积极 那我也觉得生活 确实我自己的生活 要靠我自己 不能让我妈妈天天陪着我 天天去看病流泪啊什么的 对 因为我们的生活 其实很容易进入一个 无意识的习惯模式 大家一起比如看病啊 流泪啊 这种在比较低的状态里 互相安慰啊 这些确实也是我们生活当中会遇到 而且在这种不是很好的状态里 如果有人陪你 流泪 关心 确实也是非常幸运的 那有时候我们会过长时间的 进入这种状态 沉浸在里面 对 有时候我们也会看到 有的家庭的关系或者气氛当中 会以这样一个曲调 作为一个基本的一个调 对 基本旋律了 对 大家已经感觉不到了 但这样一个基调之下的生活 总的来说 它会是阴郁的 是 它会是有压力的 嗯 这些其实最后都会 就像我们前几期谈的 都会首先从我们的精神心理层面 带来一些我们觉察不到 意识不到的一些压力和阻塞 慢慢影响到我们的能量气血 经浪系统 最后呢 会在我们的肉体上 呈现出一系列的疾病 或者不死 但也会呈现在我们的生活 事业和人际交往当中 它其实是一个旋律之下的 一个整体的一个呈现 在不同层次下面 嗯 那其实还有就是说到这个话题 也说到我们这一期节目的主题 老年健康的问题 我之前做了一些调查 就是搜集了一些问题 嗯 那我们这一组访谈 可能会也会谈到具体的老年 关心的一些身体方面的健康问题 好吧 对 这个老年的健康问题 确实是面临的现实 因为就像一个机器 你用了四五十年 嗯 它肯定会有各种问题 对 但是呢 人又跟机器不一样 它是有主观能动性的 是 我们还是可以做一些什么 对 这个精神决定物质嘛 嗯 精神是第一性的 嗯 这确实在老年健康部分 嗯 除了我们 确实要用医学的很多方式 来应对这些具体的 肉体的健康问题 但是在精神心理方面 在生活调试方面 嗯 在创造性 建设性的安排 我们的老年生活 这些部分 是我们需要更多的去思考 和行动的 给我了一些反馈 就是他们很关心的问题 嗯 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儿女 比如说三四十岁 这个年龄段的儿女们 替老年人提出的问题 他们说 自己的爸爸妈妈 面临日渐衰老的躯体 和越来越不能够支配的 很多周遭的一些事情 他们就很恐惧 害怕死亡 这个问题 就是生命即将走向终点 怎么样帮助父母 来取消 这个面对死亡的 极大的恐惧 我觉得其实死亡 它不光是老年人会恐惧 嗯 它一生都会面临 这样一种恐惧 只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嗯 或者说整个人类的 这个日常生活 它会有意无意地去 让大家忘掉这件事情 嗯 不去想 不去想这件事情 但是 它确实时时刻刻 都可能发生的 嗯 这又回到了 我们说的 去思考 嗯 很多事情 当我们就是说 觉得非常恐惧 或者 一旦想到 就觉得不能再想 很害怕 对 那说明我们 对这件事情是太不熟悉了 嗯 或者说在我们的意识世界里 这件事情从来就没有进入过 对 不愿意进入 就没有进入过 对 但这件事情 我们现在生老病死 这是时时刻刻都可能发生的 所以在比较早的时间当中 让我们意识到这一点 嗯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不光是一个医学 心理学的问题 在这个教育学当中 以前也谈到要有这种死亡教育 是 对 像我们就是很小的时候 就是也会碰到有亲人啊 朋友啊 或者隔壁邻居有去世的 对 对 那这些过程 其实都会让我们第一次意识到 人会死的 嗯 然后年纪再大一点 可能我们的 就是祖父辈的啊 可能会有去世的 那这又会进入到再一次的思考 嗯 那这个问题是不是也牵扯到 如果老人就是一直以来 有一个心性比较稳定的 所住的点 他也就对这个死亡恐惧会小一些 嗯 我觉得这个是一方面 就是从总体来说 一个人如果他本身 他相对心有所住 那他对他整个生活的所有部分 他都有考虑 都会有考虑 也会 有安排 相对来说会更安心一些 对 因为说到这个心有所住的时候 有时候感觉是一个 偏就是普世性的一个答案 嗯 或者说他像是一个林丹妙药 似乎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 所以这个探讨有时候 在解决面对具体现实问题的时候 可能会觉得有点遥远 嗯 那么我觉得现实的就是说 如果我们从年轻时代 比如说我们的家庭啊 周围的人啊 在死亡这件事情上 大家可以更多的坦然的交流 嗯 不回避 嗯 说年纪越大 就越不要谈这件事情 对 大家会故意 刻意去回避 回避他 嗯 那这个问题 我们如果跳出 这个具体死亡的这样一个话题 嗯 又回到 比如说我们在讨论 儿童健康的时候 嗯 我说这个关于性教育的问题 对 那其实在本质上也是同样一个问题 就是过去比如说关于性教育的问题 大家都不谈 嗯 老师也不敢谈 然后发这个生理卫生的课本 你们自己看 嗯 那甚至同学之间或自己都不好意思去看 嗯 那在这样一个不能交谈 不能思考 也不能去谈论的这样一个环境里 那你如何让我们来 对一件事情有相对 不能说是深入 就是现实的这种思考 如果都没有的话 这件事情会很恐惧 对 对 所以这是一样的道理 嗯 就是 其实是要讨论这件事情的 包括我们主流媒体啊 我们自媒体 其实都应该可以去讨论这个事情 对 最近五六年 我看到就是 媒体当中开始有讨论这个安乐死的问题 嗯 是 前些年 就是有一位这个名人 好像也是纯意将近的后人 嗯 他也谈到就是如何去考虑这个安乐死这件事情 嗯 这个我觉得这是一个进步 嗯 就是说具体要不要安乐死 什么情况安乐死 这是一个技术问题 嗯 但是大家开始讨论这件事情 嗯 就是如何有尊严的活着 如何有尊严的 不慌张的 不要过度的 没有意义的痛苦 在死亡的时候 这个都是我们需要去考虑的 还有死亡前不要过度的治疗了 对 对 这些也是要考虑 对 对 我有一些西方的这个朋友 因为他是医生嘛 嗯 他很早就写好遗嘱 哦 比如说我这个到时候 假设我突然死了 嗯 比如说我这些现金 比如说我有三个孩子 怎么分 他们就比如说三分之一 嗯 房子我是怎么看的 有的人说 我希望这个房子是家族的房子 嗯 你们不要把它卖了分钱 嗯 但你们可以自己通过钱来算 然后有一个人把它保留下来 哦 然后会学上就说 比如说我如果出现意外 如果就是已经这种 就是进入类似于脑死亡的状态 嗯 那不要再做这种人工的医疗维持 哦 就很多人他已经做好这些准备了 你是说外国的老了 哎 其实也不老 50岁左右 50岁左右就做好安排了 对对 我觉得这些还是需要考虑的 还是要考虑 面对 早一点考虑 早一点考虑 要面对 是的 那还有一块就是 临终前的这种过度治疗 其实有人说他花费了 一个这个老人一生 可能三分之一的就是储蓄 大量的钱就用到了 最后的急救抢救上 嗯 包括我们现在的中年人 就是偏老年 中年偏老年 这个年龄段的人 他们也是维护自己身体健康方面 花费了巨额的金钱 前面可能拼命挣钱 后面又使劲去维护维护 吃很多的药啊 然后放疗化疗各种 对 那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嗯 这个问题其实不是一个问题 是一系列的问题 对 第一个就是谈到这个媒体上说的 就是年轻的时候拼命 挣钱 挣钱嘛 就是拿命换钱 对对对 然后这个老年呢 是拿钱换命 是啊 那这个就是我们就云着点嘛 云着点 就是拿命换钱的时候 比如说流出一些时间 对吧 我们说全观 嗯 然后让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嗯 有一些空闲的时间 然后把锻炼身体当作一种投资嘛 嗯 这个投资肯定不会吃亏的 对 嗯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认知的问题 你要思考 然后然后开始行动 嗯 这其实也是一种投资 嗯 我们常常认为 我们把钱拿出去做一些安排 叫做投资 嗯 其实我们每天如何安排这个时间 嗯 就已经就开始安排自己的生活 主要因为我30岁之前有几年 因为是非常努力的工作在公司里面 然后也经常加班 然后非常努力非常勤奋 有一些积累 没有 然后身体可能也会有点累了 不是金钱上财富上的积累 是就是在工作经验上的积累 就意识到就是 原来全身心的投入在一个 就是企业的工作 嗯 作为年轻人呢 他的好处就是 呃 他会有很好的工作的机会 嗯 训练 嗯 包括提升 开阔眼界 对 老领导给你付权 嗯 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 在有一定的范围里去实现它 嗯 这个都是非常难得的机会 对 我现在其实 还跟我当年的那些老领导都有联系 这就很好 对 我内心非常的感激他们 嗯 感激他们对我的信任 嗯 给我当时这些自由 但是到了三十岁那会儿呢 我 也做了这样一个就是反思 我觉得哎呀 这样这样努力的去工作 在我那个时候是需要这些经验 嗯 然后 但是呢 回过头来想 好多努力它是没有成果的 哦 那这个时候 你会意识到啊 在一个企业当中 那如果换一个领导 对他会有一新的想法 对 那我们今天是往这边冲 明天又往那边冲 对 所以到三十岁的时候 我意识到啊 我可能需要更有效率的来使用我的这个时间和精力 嗯 另外我自己正好也是中医嘛 嗯 我也比较喜欢读书啊 看书 所以我决定就不在商业方面 在这种企业管理上发展 我就往回回归到我现在的这样一个状态 那么回到刚才就是雅清老师说的这一系列问题啊 关于就是到了这种疾病的晚期 或者说老年病 到了这种衰竭的或者临终的阶段 这些花费比较高 痛苦也比较大 但是有时候又是必须的 有时候呢 有确实不能保证 就是说最后会产生怎样的疗效 对啊 这些就是医疗设施 要不要用上去 这里面有几个方面需要考虑 嗯 第一个就是说 对于如果这个病人 他已经是这种像癌症晚期 恶病之 嗯 比如说已经都 癌症细胞 肿瘤细胞都广泛扩散 嗯 然后器官啊什么的 已经在这种衰竭的状态 那从这个现代一些愈后 比如说也只有可能一天两天 一周两周 嗯 那即使我们去给他做一个很大的手术 我这种时候去给他做一些这种 器官插管啊这一类的 这个病人本人如果还有意识 那他就要对这个问题 要自己来做一个思考和决定 另外要跟家人来商量 嗯 这里面主要要避免的就是一种 不动脑筋的套路性的思维 嗯 过去我们在医院碰到很多 就是这个阶段除了说 要尽可能把这个人救回来 或者说延长他的这个存活期 存活时间 嗯 还有一些就是多余的考虑 在我来看 什么多余考虑 比如说要看周围的人是怎么看我的 啊这个是当然绝对很多人要考虑 还有我花的钱够不够多 是 或者我不上这些很贵的药 不上这些 有时候是已经没有意义的治疗 嗯 但是如果我不上的话 会不会我的亲戚朋友 都会说 会说我没有经历 对 这种时候其实是就是 你个人也是又是到了 你需要思考 你需要决定 嗯 你需要承担 嗯 因为那个时候我在医院 我也碰到比如说几个兄弟姐妹 最后大家就 谁都不敢站出来 就说那好吧 我们就交给医院吧 医院说什么 我们就做什么 这样就没有人说我们了 就我现在想起来 我还有一种痛心疾首的感觉 哦 为什么要把这个权利交给外人呢 对 就是说你作为这个孩子 嗯 那父母的这种最后的阶段 嗯 你要考虑的是他的生活质量 是 如何减少他的痛苦 对 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 如果能够延长时间 那当然很好 嗯 这才是你需要考虑的重点 对 而不是说 我不要承担责任 不要外人说我们 嗯 也不要让别的兄弟说我 对 对 这个部分就是说 我们现在有很多很多问题 之所以一直在讨论啊 争论啊 不清楚啊 嗯 其实对我来看 并不是这些问题不能清楚 而是说就是讨论者 嗯 或者说处于这些事件当中的人 嗯 他没有认真的去思考 去面对 包括承担 嗯 负责任 这个很重要 嗯 就是我们在这样的时候 我们自己要去想 当前父母的身体状况 我们最知道 他的意识状况是吧 对 可不可能延长生命 可不可能 对 有效 而不是去考虑 我有没有钱花够啊 有没有让他足够拖得长 对 如果不这样 外人会怎么说我们 不要考虑这些东西 对 因为这个过程 其实是可以处理得很好的 嗯 我举一个例子啊 嗯 就是我原来 在上海的时候 有一个学员 嗯 那他 呃 原来是大学教的一个 文学的一位老师 哦 后来他也很早就退休了 他就搬到了上海生活 嗯 他妈妈呢 是一个人生活在外地的 嗯 后来 他妈妈是突然摔了一跤 就骨头断了 然后就 去医院检查 发现是这个肺癌 转骨癌 晚期 那么 这个时候就是 其实可以治疗的内容不多了 对 当时说最多只有 三个月的时间 哦 他就把他借到了上海 嗯 找我来看 那这种时候 一个就是看西医的部分 还有什么可以做的 嗯 比如说他有疼痛 那这个部分 就是 癌症的晚期的止痛 那这个 绝对是要找西医的 而且 就是他的优势啊 哦 对 这个时候你要说 针灸止痛有没有效 有效 但是 他毕竟是非常有限的 对 对 这里面没有什么好增值的 而对于癌症晚期的止痛 是非常重要的 一定要做 一定要做的 嗯 我在这个 就是也是90年代 末期的时候 我在北京还碰到过 当时有一个不太知名的小基金会 嗯 是李嘉诚先生支持的 哦 他就是在北京专门提供免费的止痛药 给那些癌症晚期的这种患者 因为那个时候 关于就是无痛治疗啊 嗯 那会还没有形成共识 就现在比如说癌症晚期 无痛 这是一个共识 嗯 对 因为这个疼痛其实对人的损害是非常大的 嗯 它会让人没有办法睡眠 没有办法消化 因为是思考 嗯 所以会很快地撤回人的健康 而且这个生活质量一塌糊涂 嗯 所以无痛 这个部分 当时李嘉诚先生这个基金会 这件事情 哦 就任何一个癌症患者 你只要有病例 有医院准的 你打电话给他 嗯 他会把药送到你家里 哦 这是我回忆的一个小插曲 嗯 所以在这个部分 西医的部分 比如说无痛 嗯 还有一些病 他需要定期输血 对吧 嗯 像一些血液病 那这个部分 你当然都用西医的了 而且一定要吃 一定要这么做 然后正好呢 他妈妈这个肺炎呢 他又分很多型 哦 有一型是可以用一种 靶相治疗的 听说过 哎 嗯 那个药也用了 哦 虽然是一个晚期 啊 肯定说是没有希望了 嗯 但我们还是可以 自己地做一些事情嘛 嗯 所以他就用无痛的 这个治疗 然后定期去做一个检查 嗯 然后呢 再用这个靶相治疗 那中医的部分呢 那我们用一些中药 嗯 那提高他的消化力 帮助到睡眠 嗯 促进他的经络的畅通 包括也用针灸 爱灸 嗯 这个也能帮助他止痛 也能让他身体的感觉更好 嗯 然后同时呢 这个我们最好有一些这种 八段筋这样的这种 传统功法课 你教教他 还有打坐课 那女儿呢 就陪着他一起来上 嗯 这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子女客观而理性地 与母亲共同面对当下的病况 采取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思路 既有效地减轻了亲人的痛苦 又有了高质量的临终关怀与陪伴 最后的结果怎么样呢 下期节目